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点是我和神个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点是在神的大精力上的一些操练 第三点是在神的大使命上的一些操练 首先是我和神个人之间的关系 我想陈牧师昨天就讲了一节经文 我想是他说你亲近神 神必亲近你 这是我在我儿子他受洗的时候 那天我写了他的圣经上的封面上的一句话 因为这是我的真实的体会 我想和神的恩义 神是一个灵 我们看不见摸不到 我们要和他建立关系 我自己体会是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要祷告 真的是祷告 是我们不单把我们的重担写给神 也是和神谈心的时候 真的神会回应我们 而且神会踏实我们的心 让我们知道他的 听我们的祷告 想分享一件一件事情 是我儿子小的时候 有一天是星期五早晨 他就病了 然后我带他看医生 回来给他拿药 然后就和儿子一起 到神的天祷告 我说神啊 我真的谢谢你 真的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他 但是这医生说要需要一个礼拜 他是当时得的是检查 结果是手足口病 说要一个礼拜才能恢复起来 但是我说神啊 我今天星期五 我还小心一天去教会 要敬拜神 而且我要教儿童主义学 我说神啊 你真是加快 你速度医治他 那我就很非常简单 我们两人一起做祷告 然后第二天早晨星期六 真的还得发烧就腿了 这小孩子很明显 他主要一病好了 他马上就活跃起来了 所以二十四小时以后 星期天 我们就可以到教会去敬拜神 我说这是神 我觉得如果是祷告 我说我们可以神讲话的话 我讲读经是神 通过经文要跟我们讲话 我想去分享一段 就是这个以斯帖记里面 那个摩迪改给以斯帖讲的一句话 说此时你如果闭口不言 那犹大人必从别处得到解救和拯救 你和你的父亲必知灭亡 你厌不知你现在得到王后的氛围 是为了现在的机会呢 其实这是读这个话 我知道我们可以想 就是两千多年前 莫迪改给以斯帖说的一句话 但是其实神用这句话也在我们讲 神给我说 就是说我把救恩给了你 我也拣选你做我的儿女 那我给你大使命 如果你不起传福音 有人给这些人传福音 我减刑人他们逼得救 但是你就有祸 所以说我们读圣经呢 真是神是这个功能讲话 但是我觉得这个读圣经呢 一个我自己的体会敲门 就是你要有一个顺服的心 你顺服的话 你就越来越多 经文里面课读到神要跟你说什么 所以说我是现在过去 从开始受洗十年 我是每年要读一点圣经 然后我还喜欢的是抄写圣经 我希望就是我是希望 我是在不久将来 可以把中英文都抄写一点 这也是抄写的 速度会迈向 你可以更体会到 神要跟你讲什么话 第三点呢 我想是就是说赞美神 这是赞美神 我就是真实和身心灵 和神的连累起的 一个最佳途径 我觉得是 我是第一次 情不知情第一次开口赞美神 是我受洗第二天 当时呢我是过敏 花粉过敏比较严重 所以去看医生去 当时医生给我 在背上打了几十针 最后查出了 最11种花粉过敏 但是我出来以后呢 就看到这个蓝天白雨 看到这个树上开的花 那时候突然就觉得 这个就空着过去 就说神啊 你创造这个世界真满 就是奇妙地说 在那个我开口那段时间 我的鼻子通了 嗓子不通了 而且看到旁边那个车上 还会有花粉 但是我不紧张了 原来我看到那花粉就紧张了 就不紧张了 真的是这个神 这个奇妙 真的很奇妙 我更多赞美呢 其实是我在我的工作上 因为我是做这个地球科学 这一方专业是做地球科学 你在这个看到神的创造 你研究神的创造 每次有一些新的一些发现的话 你就会真的是 你不得不赞美神 因为我前段时间一个 因为我研究就是说 想看看美国的极端的天气过程 有没有可能性 提前几个月给它预报出来 那我就找这最后就说 当然最后结果是发现 是这个赤道东太明 它海温只要往上升 0.5度以上 几个月以后 这个纽约东海 美国东海和武达湖地区 这个极端天气就会增加 就是极端江水啊 因为这个就说有可能 有是飓风造成的 有可能是温暖起源造成 有可能是这个封面 有可能是 这很复杂 但是有一个因子追可以追在那 那你看到这个 然后你再去联系 用物理方法来验证这个东西 你就看到神创的这个规律 是非常非常美 你这时候只能 真的你没有变化 只能赞美神 我想呢 就是回应一下 陈牧师昨天讲说 我们信神呢 是不是靠我们理性推论 所以这个你在信神 是你要受人的感动 但是你受人的感动 通过理性的 你可以更多的认识 我想这也可以 我们研究是有一个 一极通空的这个感觉 就是说你做研究呢 不是靠你认识的这些 学到那些理论 你要一定要把那些条框放掉 你是靠你天马行空的那儿想 然后叫靠灵感 我觉得灵感是对我来说 就是神的启示 你这个时候 完了你有这个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 几个月没有明白 突然一下就有这个想法 然后这个时候 你要用到你知识 你要去用理论上 严格地来验证 这个是 我觉得这是研究 我想这个我们信神 这个认识主 真的是很奇妙 有相通的地方 下一个我想再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这个神的 大诫命上的一些 这个操练 就是神让我们爱神 就是神首先爱了我们 那我们 我大约是从 差不多七八年 我现在想记不记得时间 我就开始在工作上 就是开始工作之前呢 我会通常会做一个祷告 就是为工作祷告 我说神要你使用的工作 但是同时我要为 我也会为同事 每个同事我要做祷告 然后你这么祷告一段时间后 自然你就会关心你的同事 然后呢 我就会把一些机会呢 给一些更给一些这个年轻人 会给他们一些辅导 其实这个呢 是我有增长的 因为这个是要付上代价的 你的文章就会少 第一个反应就是 你的文章会少 但是呢 就是你增长 我试着去做一下 这时候神的 真的神的祝福非常多 那我想一点呢 其实因为我在大学工作 要会要申请客气 申请客气很难 现在基本上就是说你申请 其实写出proposal来 十个proposal可能只能批一个 但是呢 我觉得这神的奇妙是什么 就是说我16年的时候 就是突然就有空军的人 找我们说 我有个项目 你要不要做 那就是一个不大的项目 一年就做完了 做完以后呢 完了就是18年的时候 就是国王府就找我们做事情 一个比较大的五年项目 给我们 就是让你来申请 那个是一个大项目 要申请 申请了 他就我们就拿到了 做五年 然后18年呢 是我原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 一个学生回到新加坡 他是做那个环保环境资源部的 那个主任吧 然后他就找到我说 我有一个城市评估的这个软 这个系统 你要不要帮我们做 我说好啊 那就就是这个这项目 然后一年多前呢 然后我们又 也有些共同兴趣吧 然后这个 普林斯大学 一个 同事吧 也是就是说 同行 他就说 我们这个 我们有这个兴趣 要不要我们一起做 我说好吧 然后我们就等于去年 我就到这个 去年下午就开始到 普林斯大学访问 其实神的真的是会 只要就是你 跟随神 真顺服神 就是爱神 爱神 其实为什么是爱神呢 耶稣就说 你把这事件 做的最小地图上 就做我身上 所以就说 你真的爱人 神的祝福 就是你不知道 神怎么祝福 你在神一定祝福非常多 我觉得这是一个 需要我们操练 最后我想分享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大使命上的一些 操练嘛 我觉得这个 因为他既然 神给我们大使命 那就是说 他一定会给我们这恩赐 就是说 我觉得这恩赐 是人人都有的 我们现在这个 幸福小组 应做四期 一两年 我感觉上 我看到了 我们幸福小组 每个人都会传福音 所以我觉得 这个恩赐 是每个人都有的 那我觉得最 第一感 第一领受呢 就是说 这福音是神的 我们记得 第一期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 有我们会有 幸福小组 每个小组 会有一个 这个福音朋友的名单 然后要邀请他们 我也为他们祷告 二十呢 我们是祷告 但是我自己 邀请三个人呢 我想就是我 几十年老朋友 我想他们会领 给我的人情吧 结果是三个人 谁都不来 所以这第一次 你说一开始 你就知道 这不是我靠 传福音不是靠我们的 这个我们的人情 但是传的过程呢 也不是说 靠我们的口才 靠我们的能力 来解释圣经 不是这个 是靠神的能力 那 那时候呢 我们可以 为什么还要 传福音呢 都靠神的能力呢 但是神 我觉得是 我的体会呢 是神要使用我们 是要让我们 学会 以神通工 要让我们 从我们身上 让别人可以看到 耶稣的能力 那我觉得呢 就是说 神就是 其实爱 传福音最主要是 我觉得 就是把这个 耶稣十字架 给他们讲清楚 剩下的就是 我们要 把我们的爱 传递给他们 不是我们的 是耶稣基督的爱 那来这儿 福音朋友 有各种问题的 就是说 有身体不好的 有夫妻关系的 有孩子的问题的 有工作问题的 有这个房客 这个房子的问题 就是很多问题 我觉得这是 我心里想 就是我真的 真的是这个 可能不太恰当 是吧 就是我看他们 他们有愿意 说他们问题的时候 我就很高兴 因为我觉得 这是切割点 我可以为他们祷告 我们可以 尽我们能力 去帮助他们 人我觉得 你只要是真实的 他们都能 知道你的关心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能 切除神的荣耀 一定要说 这是耶稣的爱 把他们引到耶稣那 这样的话 他们看出 我们与世人不同 那不是说 我们就是更懂圣经 其实是更活出 耶稣基督的样子 爱他们 这样的话 他们就会 真的是就会 更愿意来认识 我们的神 其实呢 我讲这些呢 当然我是在 就是这个 其实传福音 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很多时候 是一种灵里面 是一种征战 有时候我会失败 因为信心 有时候自己的信心 真的是不足 就是看到很多事情 就是有各种拦阻在那 然后你就会 失败了 但是我觉得 失败的时候呢 是你要真的想到 神 你也祷告 是让神 给我们能力 靠着圣灵来征战 你下去 你会 就是说 希望能做 能做好一点 是有成功的时候 有失败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失败 是很多时候 是我的信心不足 另外呢 我觉得 我当然分享这个 我说我是一直 其实在一直 在操练过程中 我这其实 不是说我多好 是神的带领我们 就是知道我的人 其实是一个相当糟糕 我想如果问我太太 在那儿的话 我想她不用 不用想 可能可以讲出 我几十条的问题了 但是你想想 神更不能更知道 我的问题 但是神 知道我们真的是 有很多问题 但神愿意使用的话 真是 神也爱我们 我觉得这是 真的是很大的问题 我想最后呢 我就想说呢 我们每个基督子们 是当时 我想在我们受洗的时候 真是圣灵感动我们 给我们 我们回应了神 其实现在 圣灵与我们同在 圣灵真的是在 还在引导我们 我觉得我们应该 对神的引导 应该回应 只要你回应 我觉得我们的生命 就能成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